先元周俊佑他表示 国土计划法114年4月30号要正式实施 届时国土计划将全面取代现行的区域计划 他希望各个局处在受理乡亲案件的时候 包括乡村地区整体规划 特定原住民族土地特定区 还有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规则 可以简化流程 协助乡亲住宅合法化 先元周俊佑表示 针对办理乡村地区整体规划 拟定特定原住民族土地特定区域计划 和订定原住民族土地使用规则 并且向原民处地震处建设处农业处相关问题提出咨询 我们国土计划在于明年的4月30日 要正式实行 现在目前部落建筑物管理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以及如何简化部落房屋合法化的一个流程 是希望说我们的相关的局处 能够横向沟通 不管是我们建设处农业处地震 以及我们的原民处 要如何去解决未来固族计划实行的一个 所碰到的面临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使用我们的乡村的一个区域整体规划 以及我们原住民族土地特定的区域计划的方法 还有我们的原住民族的一个土地使用规则 三个的一个工具 能够促进我们的原住民相关建物的合法申请 近期有接到很多一个人民反应 在于我们违反区域计划法 也是违反我们农地非农用的情况 然后做一个陈述跟陈情 因为在于105年 我们的114年的4月30号 我们的国土计划 毕竟要做一个执行动作 可是因为很多的一些原住民土地 都会划设在我们农市范围内 所以农市范围内的话 他在105年的相关的一些维建物 或者是我们的一些非区域计划法的 一个使用规章里面的一些建物 都有机会合法化 所以说在于现今的一个农地非农用的 一个处罚条例 跟我们105年 我们114年我们的国土计划的执行行间 然后我们感谢我们的那个地震处处长 能够协助我们的原民 做一个合法适应的一个申请 让它符合我们未来 国土计划的这个使用规章 在于近期之内 予以协助申请 但是不以开法情况来做处理 周军恩表示 欢迎现面去全台现实之冠 地形狭场 也是全国原住民主人口最多的县市 国土计划公告实施之后 针对原住民主部落住宅 要合法化所碰的问题 过去在区域计划 都市计划 国家公园计划中 借用妥善的考量原住民主特殊性 无差别性规划原住民主使用的空间 当初考量原住民的生活习惯 宗教祭典 产业发展模式 一次性的规划 让足够人在神奇之后 能够一併考量这样的问题 记得结婚还收到 贡计划 贡计划 运达尤